小白老虎一位在动物园工作人员身旁 不时用头磨蹭着工作人员的手模样相当可爱 别看他现在似乎头好庄庄的样子 当初他被人发现时生命违在旦夕 相当惊讶的勒斯沃尔立刻赶到现场 果然发现这头才三个月大的小白老虎 当时他浑身脏兮兮不说状况也非常差 瘦巴巴的并有脱水现象还有点怕人 兽医因此研判小白老虎应该是非法走私进口到希腊 原本被当成宠物之后被弃养 原方在检视监视录影器画面后指出 在捡到小白老虎的前一天深夜 路到一部汽车开到发现他的垃圾桶旁 相关单位正在追踪车牌 并表示由于动物园没有小白老虎的同类 因此若是他情况好转并存活下来 将会被转移到一个动物保护区 华日新闻综合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余杰一起看新闻吧